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已经一年半的时间了 已经有接近300万人次的独有观看我们的直播 多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分享 转发 这个直播不只在我们的主人家 就是iLivePost的Facebook专业跟YouTube频道播出 同样的在成哥 在我自己的专业 在我自己的YouTube频道都有同步的播出 当然不可不提包括新生活报的姐妹报 也就是南洋三报的脸书专业 也是同步播出的 所以呼吁独有们不管你在哪里看 一定记得不要忘记点赞 分享 转发 还有点赞或subscribe 这整个专业以示支持 我们是不收钱免费给大家看 所以希望大家动动你的手指 给我们一点小小的鼓励 谈14说人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政治直播评论节目 他没有主持人提问 没有对搞演练 全部都是直接来的 现场嘉宾直接发挥 点评由新生活报主编华哥每个星期 所精选的三道最热的14课题 在介绍另一位讲题之前先介绍一下我们的 在介绍另一位主讲人之前先介绍我们的主人家 也就是iLifePost爱生活专业 爱生活专业它是新生活报的专属脸书专业 创立于2016年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它里面总是会带给大家最新 最劲爆的 还有最及时的互动 来给所有的脸书 来给所有的独有 所以记得要follow 记得要支持我们的iLifePost爱生活专业 而爱生活专业的母体 就是新生活报 它创刊于1972年 年纪比我还要大 它也是唯一一份可以进入在新加坡 售卖的马来西亚的这种周刊报纸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它的受欢迎程度 一开始新生活报是三日刊 现在已经转型成周刊 虽然变成周刊 但内容加倍 除了过往民俗 灵异 情爱 包罗 万有 甚至连万智 马金 这些各种各样的资讯都可以在里面看到之外 如今更加入了 我相信很多独有都关心的政治跟时事的新闻评论 更全面 更完整的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的资讯 请你买一份回去 一家大小全部都可以看 我绝对不会浪费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新生活报 在马来西亚办报纸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媒体业现在也在进入寒冬之中 尤其是中文媒体 在马来西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报纸起价了 报纸减版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如果能力许可的情况下 买一份新生活报 来支持我们 这份值得大家所支持的报章 刚刚我们有提到 我们正经800直播节目 现在已经累积 300万人次的观看人次 所以我们也有推出广告冠名服务 有需要广告赞助 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联系我们的V命 电话号码是012-315-5532 或直接联系我们 iLivePost 爱生活专业可以发PM 发信息给他们 当然今天我们也有赞助商 也就是最支持最支持最支持 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Gintel 几乎每一场直播 我们都可以看到Gintel的广告赞助 在这里真的要谢谢Gintel 而Gintel 它不只是支持我们 新生活报 iLivePost的直播 它也同样 把最佳最优惠的 这个Promotion Package 来带给我们所有的独友 这一次我们知道 母亲节要到了 多两三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 所以他这一次专门推出了 母亲节优惠 两台按摩椅 就只要一台的价格 只要14,988块 你就可以买到一台原价 即便是折扣之后 也要13,988的S7超级按摩椅 还有原价要5,488的 被称为女皇按摩沙发的 Vivano X 第一台智能语音按摩沙发 两个加起来 只要14,988 非常非常的值得 这个优惠是现实的优惠 而且为了配合母亲节 还特别推出爱心红色版 所以有兴趣的读友 想要给母亲给太太 一个享受Gintel的这个配套 大家绝对不可错过 而且他还推出了三年 免利息的分期付款 免利三年 你算起来14,988 一天就只要13块钱 13块8毛8 你就可以一家人 享用这个按摩椅 像我一天是做两次最少 有时做三次 我家三个大人 一天就做六次了 非常非常的划算 而且现在你要去外面按摩 也非常不容易 两台不同层级 不同定位的按摩椅 一个价钱就能买到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优惠 你可以联系我们 Gintel 尾轮 012 580 5025 那我在邀请我们 帅气的另一位主讲嘉宾 出来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超级按摩椅 S7的简单的介绍影片 给大家了解一下 它的功用 那之后我们再介绍 Divano 不过那是之后了 看了影片之后 就会邀请我们帅气的 另一位主讲人出来了 有请华哥 上广告影片 请不吝点赞订阅 好 大家刚刚看到的 就是Gintel的超级按摩椅 S7 现在配合母亲节 两台按摩椅 只需要一台的价钱 所以独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超级的优惠 想要购买 可以联系 012 580 5025 或点击直播下方的连接 或直接到全国 107家Gintel 在马来西亚 有26年历史 也是马来西亚最大的 健康品牌跟按摩椅 本土品牌 所以全马各地都有分行 可以去测试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红律师所言不虚 绝对非常非常的舒服 好 现在我们讲了那么多 介绍我们的广告 赞助商之后 谢谢Gintel 之后 那现在就要介绍 我们另一位主讲人 其实我也 我不是主持人 我只是负担起主持人 责任的主讲人 但是今天 我的搭档 大家都很熟悉 长得又帅气 又高颜值 又高学历 而且又是政治本科 他是政治学的博士 然后文笔又非常好 有写专栏的刘泽伟 刘博士 我们欢迎刘博士 上来加入我们的直播 哈喽 红律师你好 各位好 刘博士你好 我们也很久没有搭档了 对啊 好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讲 今天有三个讲题 第一个主题就是 5月28号 528 罗兴亚 528人 罗兴亚大逃亡 罗兴亚人大逃亡 第二个就是 Bella小妹 第三个就是 安华说 火箭害到她的支持率拉低 我们先进入 第一个 528个罗兴亚人大逃亡的事件 我知道刘博士 在这个课题之上 专门有做过研究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难民的情况 罗兴亚人在马来西亚所面对的困境等等 所以把麦克风交给我们帅气的刘博士 刘博士有请 谢谢红律师 这么巧这个课题也是我的硕士学生做的论文 跟我之前是参加过一个project 也是去cover到这个难民的课题 那我们先去全世界的先吧 就是没有签的其中之一 签跟没有签分别在哪里 你签了你就必须做 你没有签你可以不可以不做呢 因为这个课题之前就是因为一个法律国际公约的课题 versus对垒 humanity 就是说感情或感性或者怎样说 humanity 人性 人性的课题 因为之前当罗兴亚发生那些逃难案的时候 他们是船的嘛 他们的船那个也不是我们说那种 cruise 好料大大只船 也是那种很容易沉的船 他来到你的边界 你接不接 有几个国家就是在这里发生的课题 你接 很难哦 你接就是 不会停了的哦 就是一直来你国家 你不接 他们跳河 跳海 游去你的国家 因为之前有发生过 人家这样的原因的趋势 而那个国家被谴责 为什么被谴责呢 这个就是道德绑架 这几年很喜欢用的这个词 叫道德绑架 他游过去 应该还是可怜嘛 他比较是算比较 victimized 比较受害者的那一个部分 全世界都会保护他们 可是当保护他们那些国家说 哦 你们应该接受啊 应该善待养 不如我伸去你的国家了 他们又不要接受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国际 或者你可以讲啊 是国际政治的一个伪君子 说是一套 做又是一套 所以之前 孟加拉 Bangladesh 他说过 你们要把罗西亚的人 罗西亚人 send out我的国家 我不是不可以接受 因为他们难民营 问题是 我的国家都是很有钱啊 我人帮你收 钱你们出可以吗 很多国家精进 你们做得到的吗 人你不要拿了嘛 就是说人你不用 不会影响到你的治安啊 你的工作啊 等等问题 你知道出钱吗了 他给了这个offer 真正几个国家 真的是响应 但是给没有几个罢了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国际政治本身的伪君子 那我们去为数据吧 全世界如果根据难民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他们的数据是大概有八千万难民 全世界 而被承认的 confirm的 他是难民的 什么是confirm的 就是说他已经是 他给了他那个卡 我confirm你就是难民 才大概这里数据是说 两千六百万 三分之一了 而在马来西亚本身 我们的难民 十八万 十八万 而十八万里面 大概有十万是罗兴亚人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我们用528呢 其实逃难的有六百多个人 不是五百多个人罢了 只是说这么巧 六百多个里面 因为那个集中营 那个deport 就是把他们的人放在那边的比较多 当然了 你以巴心力来讲的话 他们跑出来的人数是比较多 所以才去到五百多个人 老实说 这个刚才我也是 我问过洪律师这个问题 开讲之前 其实五百多六百个人很多嘛 全马有十八万 那个是你懂的 那是很保守估计 你不懂的 躲着里躲那边的 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据 所以六百个人 老实说对我来说 我不会把它看成一个很大的课题 所以今天反而我不是 我没有什么兴趣讨论 这六百个人 怎样逃出来 谁都错这些 而是逃一个比较缓慢的角度 这个课题在马来西亚 如何解决 或者我们怎样去解决 有一点 应该是我刚才赞一下 你有发觉到每一任政府 没有人想试一试去解决 国阵几十年了嘛 也是没有去动它 西蒙他做了什么 也看不到做了什么 当然之后的慕尤丁 你讲他们是抗疫 抗那个COVID等等 全部政府不敢动 为什么 你要怎样去动 怎样去动就回去 你所做的决定 你们自己马来西亚人能不能接受 我们自己问问 我们自己两心 不要说一个很好的答案 我们应该维护 如果有一天 马来西亚真的是接受的难民 你们能接受吗 所以这个课题就是没有一个政府想去动的 你动又不对 你不动也不对 所以情愿当正没有这回事 所以我相信如果不情愿跑出来 这个课题也是会静静的过去的 因为整个课题本身就是第一 你要跟着国际公约来走 或者你要跟着人性来走 国际公约你什么都不用做的 不管你的事 你最多是把他们放在课题里面 叫你讲 如果是国际公约 我们不需要 叫我们捉他来 他放进课题不代表说 他在你的国家里允许他 而是等他转去第三方国家 比如说他申请 他进来做refuge的 你放他在课题吗 他申请后看他去哪个国家 去美国 澳洲 去Bangladesh 你喜欢你选 如果你去得到的话 这样就送你过去 你去不到的话 要把你遣送回国 不是不可以 每一个国家都可以 可是你能不能承受 那个国际的压力 尤其是那种人 如果你把他遣送回国的话 他会面对着很多为难 比如说他可能会被告 被抓 被杀等等 你可以这样做 我又没有签不关我的事 你能不能承担全世界的 所谓的道德绑架 为什么你这样做 为什么你签送 一定的 所以你送又不对 不送又不对 我给一个例子吧 我们在马来西亚目前 以我的硕士学生的论文的 research的研究 跟之前我自己下场在 Slayang做的 其实马来西亚本人 无论你给的答案是极为大 极为好听的答案 我们应该可怜他给这些好听的答案 其实在内心很多人还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就是回去 其实他们真的是带来很多坏处 美国还是不一定 老实说如果我们理性上看 不一定的 当然我不认有些人 他们去做犯法的东西 去搭墙等等 其实你18万来算的话 去打抢的人的发现力去到哪里 马来西亚每天马来西亚人 自己去打抢杀人也是很多 所以回去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我们先检对他们 所以目前之前 我去那个研究 他们所的NGO 所要保护这群人 他们做的方式就是 第一 你要我给你 你要必须做一些基本的东西先 比如第一 要make sure that你 不会传染疾病 第二 make sure that你的 人格 可能人格比较难 measure 至少make sure that你是 他愿意接受你的人 第三 帮你申请那个卡 UNHCR的卡 因为在马来西亚本身 不是联合国自己做的 联合国会给 好像一个agent一样 NGO的agent 他帮你去申请 所以到最后 可能你会得到那个卡 可是那个卡本身 难民的卡 真的有意义吗 在马来西亚 不一定 因为没有法律地位的 比如说警察捉你 你给他看那个卡 其实警察可以不理那个卡的 因为那个卡在马来西亚本身没有法律的位置 其实之前 那些NGO 当然NGO是维护他们的 你可以说他们是偏见的 因为他们 他们比较偏向维护他们 很多故事是他们被勒索 他们的卡被拿走 被撕掉 被丢掉等等 人就可以抓你了 你给不给钱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没有发生 真的发生 而在我们的报告 因为上次我们做的报告是 Send去给 CMT的 就要Send去给部门的 跟Send去给国会的 这些就是我们写出来的报告 真的是发生 可是要如何解决 不是不能解决 问题是政策上 没有一个政府敢做一个政策 我要还是不要 老实说 我也是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 其实难民真的这样差吗 我之前有遇过一个很好的 也是算蛮好 因为我去吃那个 他们有些是外国人 拿外地人去卖的 他跟我讲是缅甸人 可是他不是缅甸人的缅甸人 我最近记得他跟我讲的 他跟我讲广东话 我讲你是什么 不是缅甸人的缅甸人 我不明白 他跟我讲就像你们这样 你是华人吗 你是马来西亚人吗 你又不是马来人吗 他的意思就是 他是缅甸公民 他不是缅甸族 就是我是马来西亚公民 我不是马来人 那种说法 他来了几十年 他也是自己早吃 也是做一个当口 去卖也是结婚生子全部 问题就来了 那个门应该开 这几条我们看到很多辩论 有些辩论有些人说 其实我们应该 接受个事实 也接受他们 问题就是 如果你接受他们 你要一直接 一直接 一定来你的国家的吗 肯定的吗 因为马来西亚容易去的 他会接受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你又能怎样做 浅松 你又浅松不下手 不是你浅松不下手 是因为你不敢国际压力 除非你的国家 是一个比较坚硬的国家 我管你国际 全世界的国家 我不要就不要 可以咯 再多一个课题就是 罗兴亚 虽然我不喜欢 讲种族政治 也不喜欢讲宗教政治 很现实的问题 罗兴亚人 大部分都是穆斯林 而他们在缅甸 算大量少数民族 他来到这里 这里的穆斯林 同胞 他有一个很简单的 Propaganda Muslim Brotherhood 我们是兄弟 你就必须有保护 你就有那个责任 所以政治人物 不敢动 为什么ISET 如果你们记得 ISET之前 马哈利亚那时候 年代他们带出来 ISET的意思就是 你不可以有种族歧视 等等 为什么会带出来 因为那时候的环境 是华人也想要公平吗 所以他觉得 是有兴趣的吗 可是在这个课题上 华人跟马人的立场 也分别不远 所以没有一个政府敢去动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本身的 一个政治文化 就比如说 以色列 无论谁做政府 你都不可以说 以色列的人可以进来 是一个landscape 一个钉的东西 你不可以去改 你也不敢去改 跟这个课题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最大的这个肯定就是 马来西亚政府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项性代价 做放再来打算 进进没有事发生 就不管他 或者做政策出来 给我来说 做政策是比较好的 可是 你要怎样做政策 政策就是原则 对不对 你要拿怎样的原则 应该或者不应该 你拿哪一条路都是死的 反而 其实虽然想拿一条路都是死的 至少那个立场 给我来说也比较容易解决 现在 他们又好像是不合法 法律上根本不合法 实际上 你们又当着他不存在 就要关一只眼睛 或者有时候也关买两只眼睛 很容易捉的 之前我做的也就那个地方 那个市场本身 其实 你去你就懂了的 问题是他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你要捉也捉不下手啊 这个就是整个课题了 我应该是拉得太远了 红律师到你 听不到 听不到 没有声音 我刚才关了麦克风 怕我孩子吵到 刘博士讲得很好 我就补充一点点 因为刘博士的专长 他也做过研究 其实 我想讲是难民和非法移民的分别 很多人是把这两者等同的 其实他是完全本质上不同的 什么是难民 像现在乌克兰在被人侵略着 俄罗斯在打着他 所以他有很多难民 难民会离开自己的国家 是被迫的 并不是他想离开 是因为在他的国家发生了一些事情 种族屠杀 种族灭绝 或者是战争 或者是大天灾 有极大规模的天灾发生 导致他们必须离开家园 所以难民本身是被迫离开的 而非法移民 他是主动要来你的国家的 来找吃 来工作 所以两者是有本质上不同的差别 我发现很多人把难民跟非法移民来等同 所以你讨厌非法移民 因为他来抢我们的饭碗 因为他是带着有目的过来的 但是难民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先要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 大家不要混淆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罗兴亚人来到马来西亚 他们是以难民的身份过来 因为确实他们在缅甸本身 他们遭受到一个很不公平 很凄惨的待遇 就是他们是没有根 没有国籍的人 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他们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住在马来西亚 然后你不是马来西亚人 中国也说你不是中国人 印尼也说你不是印尼人 泰国 新加坡都说你不是他们的人 你就只是一个人 但你没有你的国家 你在马来西亚享受不到公民权利 你要上学的教育权利 你基本的人权全部没有 这是一个多么凄惨的情况 罗兴亚人在缅甸 就是面对这样子的情况 他们的国家 不承认他们是公民 因为罗兴亚人是比较深色皮肤的人种 其实是比较是像印度人 孟加拉人 斯里兰卡人 那一类的 而缅甸人是比较黄种 或者是中种人种 就是类似我们华人 像或马来人这样子的肤色 所以他们的种族本身不一样 而缅甸族 刚才刘博士有提到 在缅甸是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人数上非常非常的多 不像马来西亚 华人非穆斯林 我们有30% 华人有20多% 罗兴亚人在缅甸就几%而已 所以他们完全不受承认 而他们所在的邦 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当地的政府就对他们激进人士的压迫 想要把他们赶回去孟加拉 但孟加拉也认为他们不是孟加拉人 虽然他们是同一个肤色 同一个种族的 所以面对这样子的压迫 面对这样子的打压 他们就要流离失所 逃亡来其他国家 不只是马来西亚 他们去了很多的国家 所以他们是难民 当然有些是冒充难民 就是他是非法移民 他本来就想过来的 这点当然都有 都会有害群之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到 他们本身成为难民的本质 所以难民其实很多 因为他们是被迫离开的 所以有的难民 我看过报章 我有学姐是专门在联合国难民公署里面 工作帮忙的 我马大法律系的学姐 我看过他写的文章 跟他了解过这个课题 他都说 其实很多过来的罗兴亚人 是文化修养很高的 知识很高的 有读大学的 甚至是艺术家 所以并不是大家平常所想的 非法移民 这个是我第一个想要讲解的概念 第二个 刘博士刚才有提到 就是马来西亚并没有签署 1951年的联合国难民公约 所以难民来到马来西亚 其实是一点保障 一点福利 一点权利都没有的 完全没有 所以你看在法国 在波兰 现在乌克兰很多难民 跑去波兰 波兰他们有设立难民营 来接待他们 给他们住在那里 然后难民营都会有基础的 这些水电 排屋的设施 给他们可以生活在那里 但是马来西亚 你有听说过马来西亚有难民营吗 没有 就是现在这个有500多位 罗兴亚人逃亡了 他们不是被关在难民营 他们是被关在移民厅的扣留中心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难民营 因为马来西亚根本不承认难民 也不给予难民任何的权利 所以这是第二点我要给大家知道的 马来西亚不承认难民 马来西亚没有签署 1951年联合国的难民公约 所以难民在马来西亚其实是没有权利的 那第三个肯定会有疑问 刚才刘博士也有讲到 警察可以随便撕掉他的难民证 难民卡 那为什么又会有难民证 难民卡的出现 UNHCR就是联合国难民总署 他们确认你是难民之后 你来到马来西亚 他在马来西亚有分布 他确认你是难民 他就会给你一张难民卡 这个难民卡像刘博士所说 在马来西亚是没有法律地位的 所以警方他其实可以随便撕掉 然后就抓你 但是在通常情况下 你有难民证 我们马来西亚政府会给你 因为你是难民 给你有行走的自由 我们不会随便抓你 不会随便管你 因为联合国 我们也要尊重联合国 我们也要有人道主义 我们不可以太残忍 虽然我没有给你法律地位 但是联合国说你是难民 那我给你自由的行走 所以问题就来了 我讲到这个第三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意识到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吗 你没有给难民任何权利 难民福利 可是你又给难民 在我国自由行走的权利 只要他拥有难民证 你想这样子 会不会出现一个冲突 就是什么 像刘博士刚才提到的 过来十几年打工 其实他打的都是黑工 因为持有难民证的人 是不能够做工的 因为马来西亚不承认你的权利 你做工是犯法的 所以你持有难民证 你做工被抓到 你就会被送去 这个集中营扣留营里面 所以这些扣留营里面 有些是难用难民证的 有些是持有假的难民证的 有些是完全没有难民证的 罗兴亚人 所以分为这三种 所以这个就是马来西亚 现今面对的问题 我们有很多难民 单单罗兴亚的难民 在马来西亚就有18万人 18万人已经直逼 我们印度人的人口了 非常庞大的数目 但马来西亚却完全不想理他 就等于把这件事情 扫进地毯里面 当做没有任何事情 其实马来社会 也非常反对罗兴亚人进来 因为罗兴亚人 他们遭受压迫 遭受了很长的时间 遭受破坏 遭受很长的时间 所以他们来到这里 有工作机会 基本条件好一点 他们什么东西都愿意做 他们很勤劳 我跟几个有聘请过难民 其中一位铁粉 昨天才来跟我拿书 也有谈到罗兴亚人 他说罗兴亚人 很会工作 很勤劳的工作 所以他对本地人 也是一个冲击 但是政府根本没有想要去解决 所以他们就是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你没有犯下什么大事情 那我们就 不管你 你有难民证 我们就给你自由行动 你没有难民证 我们就把你抓去集中营 把你抓去扣留所 那你抓去扣留所的目的是什么 你又不能把它送回缅甸 你把它送回缅甸 像刘博士所说 你会遭到全世界的谴责 为什么 就像乌克兰的难民跑去波兰 波兰又把你送回乌克兰 这个是多么没有人性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把它放在集中扣留所里面 你又不能把它送回缅甸 你又不给他自力更生的许可 自力更生的权利 那你就只是关他在那里养着他 像刘博士所说 等着第三国家 第三世界来愿意收留他们 可是问题是 哪里一个国家愿意收留 这么庞大的难民人数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而我们的政府没有任何的担当 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现今面对最大的问题 我跟刘博士的看法一样 这些人跑出来 你看这些人跑出来 他们不是罪犯 如果500多位罪犯跑出来 大家肯定人心惶惶 威南这一带应该发生很多抢劫案 很多入屋行窃的案件 可是你看他们跑出来 他们有罪案 威南就是槟城南部跟击打南部 有突然罪案大规模发生吗 没有 因为其实他们不是因为犯罪被抓起来 而是因为刚才我说的情况 到现在还有130多位还没有被抓到 这个也是显示了我们政府本身的无能 但像刘博士所说 这五六百位你不抓他 其实有差别吗 外面有18万的难民 正在马来西亚的街道上流走 有差别吗 所以政府应该从根本上着手 根本上去解决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 但是你应该把你的立场摆清楚 我们不要再收了就不要再收了 不要让他们有幻想可以再过来 要抢硬就抢硬 不可以采取一个中间的立场 70年代的时候 越战的时候 越南在打仗的时候 也很多越南难民来马来西亚 当时的马来西亚政府 是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 甚至动员你们的船一靠近 我们就会开枪 甚至谣传真的有开枪 打死这些上岸的越南难民 后来被证实是谣言 现在很多人看回去说是谣言 但我们不是当时 也不是当事人 是不是谣言 是不是被掩盖起来 我们不知道 所以马来西亚曾经对难民 采取很强硬的立场 那你现在为什么魔能两可 当然很自然的 大家会想到穆斯林一家亲 他也是穆斯林 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强硬对他 越南人不是穆斯林 当然有一点这样子的成分 但其实我觉得更大的原因 在于这个社会在进步 我们对于人道的要求 我们对道德 对一个国家的道德 对一个个人的道德 70年代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当时马来西亚可以动言射杀 现在马来西亚只是讲 我们不让你上岸 我们挡着你 我们给你食油 我们给你食物 我们马来西亚政府曾经有这样子讲过 就给全世界围剿 你是人 你给他们飘 飘去澳洲 你不是等于叫他们死 你倒不如现在杀死他 所以马来西亚也曾经有做过这种努力 但是给全世界选择 现在的道德标准已经提高了 但是问题是没有国家要收留 我们马来西亚比较靠近 然后因为我们又是穆斯林国家 然后我们的立场 我们马来西亚人又比较和善 结果反而被利用了这一点 所以这点就是罗兴亚人大逃亡 我们背后要了解的整个情况 我觉得必须要分享给大家 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死劫 而死劫的原因是政府不敢担当 不敢做出决定 不敢拿出他们应有的气魄 来做出正确的抉择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再交回给刘博士 可能我这课题也是聊了很长 我就补充两点不了 第一点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的邻居就是印度 印度也是被英国统治过的 我们回去之前几百年前的年代 像马来西亚现在我们的边界是很明显的 关一个门那个就是泰国 那个就是马来西亚 当他们在被英国统治的时候 那个界线是蛮灰的 而当你把一个国家给它变成独立的时候 你画那条线就看你的官员几用心的画 有些直接画一条线 所以你会觉得那条线把某些种族分的一半一半 这个就是罗兴亚人起了一个面对的东西 他跟Bangladesh孟加拉 应不应该前生为孟加拉呢 我会这么说吧 每一个国家都简单来说嘛 不要给掉很好的答案吧 现实一点的答案 没有国家要的 Ukraine他们的人很差嘛 Poland也是不能拿到弯 整个欧盟也不能拿他们 原因是 无论是怎样当你太多人进来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回去历史 这些人应该去哪里 而他把它放在缅甸 而缅甸政府又不承认这群人 OK咯 给我欣赏一点的孟加拉斯 至少他们愿意设立一个难民营在那边 接受他们 问题是现实的问题 像刚才讨论的 你能做难民营 你没有本事给他们吃全部买兆钱的吗 别的国家愿意吗 给我来讲很简单 一人做一样 这一点我最记得的 这可能离铁一点 马哈迪之前所建议的 很多大国家发展国家 他们都很多industrial 很多工业吧 都是很污染环境吧 过来你就讲 我们不要污染环境 我们不要那个carbon dioxide 那个二氧化碳太多出来 你又叫国家种多一点素 你们去赚钱 做那个industrial 我们种素 这样我们亏 所以马哈迪又建立一个方式 当时就是 OK你们要做industrial 工业你们做 我们帮你们种素 你们赔我们钱 就你要用钱去给我 我帮你去种素 就一人做一样 同样的道理 他们愿意接受 所以别的国家 如果你真的要去帮他们的话 出钱 问题是讲的时候容易 当发生在你自己身杀的时候 全部删掉 Ukraine是最好的例子了 最好的例子 全部欧盟国家 有哪一个 来来来来 很少全部都经济 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第二点 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 你把他们关在那个移民厅 食物一天三餐 也是要钱的 其实根本是有亏没赚 有些人建议的方式 通常这种方式 你建议一定给政治产的 其实如果我们把它合法化成为工人 不是说公民 也不是说给他们 permanent resident 就是说永久公民 至少给他们成为一个工人 就是说有Visa去打工 其实不是更好吗 这一点我有想过很久 其实也是不错的方式 如果我们理性上想 可是政治方面 你一定被惨了 第一本地人惨你 我没有工作做了 过后你又给他们去做 其实他们是真的抢我们放完 有些是 有些不一定是 第二点 谁愿意去拿那个政治包袱 悲惨的包袱 我精进 你发觉到每一方面精进 就每一方面安全 你不会这么惨 你做东西 别人不做 你就悲惨 比如说ISET ISET一路以来 国政不做的 你们西门上去 你做 悲惨 以色列的东西 他不给他进来 西门又不给他进来 一起不进来 就精进 没事 要被国际惨 一起悲惨 所以这个本身 就是马来西亚本身 最大的问题 就是不愿意去面对问题 而去解决问题 而是用一个政治安全的方式 去面对这些问题 OK 一起不要做天下太平 所以反而我真的想的 这个课题很久 但现在我还看不到一个 很中立的研究 就是 这些人其实对马来西亚 有好或者有坏 就像刚才所说的 他们很群立 是一个好的点 不过有些传闻说 他们去打枪 什么 疾病 这些都是天见的东西 哪一个是真 哪一个是假 我觉得很简单的就是 你做一个中立的报告出来 哪一个是假 之后才来决定 而不是以偏见去决定那个东西 偏见就是 我们人都有偏见的嘛 像我不喜欢种族政治都好 老实说你问我 你在前面两滩卖水果的 一个马来人卖 一个华人卖 一模一样 价钱一样 全部东西一样 你去哪一滩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 所以我这个问题 之前我跟朋友讨论 他也是很不谈种族政治的人 但到最后 这些是不自觉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觉得 就算我赞成红利是说的 无论你做什么政策 至少做一个很clear的政策 yes or no 当然你做yes or no都会被缠 但你需要 你今天不做 你明天要做 你明天不做 你迟早都要做的 问题是谁敢做的 好吧 又不拖延 就到这里 同意刘博士所说的 这个问题越久 就越难解决 其实已经拖得够久了 从罗欣亚人来到现在 我看应该也快十年的时间了 他们会有第二代 会有第三代 所以你现在不解决 你未来你就等于是动静态的解决 静态的去默许他们 或者是你就一直养他们 在移民局的集中营里面 刚刚有独有 不是有难民营 那个不是难民营 那个是非法扣留中心 扣留这些非法外来者的扣留中心 之前有发生过暴乱 那是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好像上报纸头条 都不是什么好事 好 那我们第一个讲题 刘博士有要补充的吗 没有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 可能我补充多那一点 为什么美国 我就补充短短的 为什么美国不拿他们进 老实说美国也不要拿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欣赏 特朗普是什么了 不伪君子 不管政治上对不对 他想什么就讲什么就做什么 墨西哥那个墙 美国跟墨西哥那个墙 你以为美国总统不想做吗 因为看起来他也没有人道了 可是特朗普讲我就是要这样做 所以简单来说没有国家很愿意拿的 那些拿的都是当他真的有资本敢讲 当知道你的时候你是不敢拿的 可是你又不可以拒绝 这些大国家不可以拒绝 所以他们能做的就是 进进 他们帮了乌克兰什么 都是那些 有表面上好像有帮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帮的东西 这些他们可以做不了 最后一个问题吧 我就不回答这个问题 就给我们的网民去自己想回这个问题嘛 他们有6个人被车创始在海外嘛 所以他们那些创始他们的司机有没有错 这个是问题我就不回答吧这里 就想看他们有没有错 好了宏律师就去下一个课题 好我们在进入下一个课题之前 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就是Gintel来一直支持我们的直播 没有Gintel的赞助 可能我们的直播早就已经不能够持续下去了 因为我们也没有跟观众收钱收入场费 所以都是靠赞助商的广告费 所以谢谢Gintel 有兴趣的读友可以联络012-580-5025 我们在进入第二个讲题之前 读友们记得点赞分享转发 那也有请华哥播放一下Gintel的第二个广告影片 关于Divano X按摩沙发的广告影片 华哥有请给我们休息一下 也给刘博士和我喝口水 大家不要离开 一分钟后我们回来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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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一台Fullset大型的按摩椅 两台加起来只要14988 有三年的免利息分期付款 一天只需要13.88 一家大小就可以享受到按摩椅的舒适 按摩的舒适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到我们Gintel的107家分店 或者是联络012-580-5025 这个是现实优惠 只限即将要来到的母亲节 所以想要给母亲 想要给太太 想要给阿嬷 给婆婆 一个享受 这个优惠 大家绝对不可以错过 好 我们谢谢Gintel 也谢谢所有还在线的独有 现在应该有3000多位独有在线 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讲题 也就是Rina Harun被批利用Bella做秀 Rina这个人做秀 我相信不需要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了 而且她拉大队 又拉记者 又拉摄影团队 又拉她的私人摄影师 Rina很喜欢拍照 她以前胖胖的MCO之后 突然变瘦变美 以前被称为小叮当 后来却变成宜镜了 然后还拍了很多照片 好像模特儿一样 大家应该都知道 所以她就带了一大听人 去拜访这个Bella小妹 然后吓哭了Bella小妹 吓怕了Bella小妹 因为Bella小妹 她是一个特殊孩童 她是唐氏综合症的孩童 所以你这样子 而且她有被虐待的经历 你这样子一大堆人来 其实是一个很 没有同理心的行为 所以她作秀被骂 是活该也是应该的事情 我先讲一下 这个Bella小妹故事的背景 这个事件 我在去年第一时间发生 其实这个事情 在华人社群里面 老实讲不受到关注 包括去年6月发生的时候 华文媒体 华文的网友 几乎很少人知道 但其实这件事 大家应该知道 因为Bella小妹实在实在是太可怜了 为什么Bella小妹会被虐待 首先我们必须讲 她其实是一个孤儿 那她为什么会成为孤儿 没有人知道 她7岁的时候 流落吉隆坡街头 一个7岁 一个7岁唐氏中和症 没有治理能力的小女孩 就这样子被她的监护人 我们不知道是父母 是公公阿嬷还是谁 反正遗弃了她 遗弃在吉隆坡市中心的街头 就这样子给她自身自灭 所以后来福利部发现了她 福利部就把她收养 在福利部政府的收容中心 看护中心里面 然后她到12岁的时候 通常这些福利中心 只是会照顾她到12岁 12岁之后 如果她还没有地方去 还要继续收养她 你就要跟政府申请一个 庭令来继续收留她 所以当要申请庭令的时候 就遇到这个City Bynum 这个City Bynum 她就去接洽这个福利局 她说她本身有一间 收留中心叫Luma Bonda 是私人的 而且她很心疼 她很喜欢唐氏综合症的小孩 所以她想要接Bella过来 然后福利局就派人去看 她这个Luma Bonda 去看觉得也不错 设施也好 那就把Bella交给City Bynum 去照顾 但没想到City Bynum 她带她到Luma Bonda 就是这个收容中心之后 不久 她就把她移去她自己的家里 然后把她禁锢起来 然后虐待她 如果去年大家有follow这个新闻 你有看到Bella小妹 遍体鳞伤的那个照片 我告诉你 你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生气 会怒法冲冠 你没有想象到 什么人会这样子虐待一个小女孩 没有反抗之力的小女孩 她的手 她的脚 她的背后 每一片肉几乎都是翻起来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的皮是翻起来 看到里面鲜血淋漓的肉吗 Bella小妹就是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知道 City Bynum有涉嫌虐待 Bella小妹呢 是因为这个Luma Bonda 就是City Bynum的 这个收留中心 爆发了COVID 然后政府派人来检查 福利局派人来检查 因为你这些私人的看护中心 你也要跟福利局注册的 派人来检查 发现List里面 为什么少了Bella小妹 才揭发 Bella小妹原来给她带回去 然后当时就有很多的谣言 说Bella小妹很惨被虐待 所以有公民 他们自己爬进去City Bynum的家 然后才救出了Bella小妹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福利局就是Luna Harun的这个部门 他不只是妇女部长 他也是福利部长 他不只是作秀应该被批评 他在这件事情之上 也是私职被批评的 你把一个小孩 唐氏中文证的小孩 交给私人看护所 可是你没有做好follow out的工作 最后还是要我们 平民老百姓自己去救出一个 这个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 的小女孩出来 所以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人神共分 当然City Bynum 现在也被告上法庭 因为他虐待 因为他恐吓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 在接近一年之后 是去年6月发生的事情 现在今年4月了 又突然会跃上新闻版面 是因为City Bynum 请了一个十人律师团的团队 十个律师代表他一个人上法庭 来针对他这个虐待 Bella小妹的事情进行抗辩 所以十个律师团还不用紧 他们在休息的时候 在法庭外面拍照 跟七个律师 跟这个City Bynum拍照 还比出love 还比出vvictory 比出胜利 然后大家嘻嘻哈哈拍照 这张照片流出来之后 引起整个网络界的暴怒 你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你还可以这样子不当一回事 还可以这样子的高兴 所以这件事情 才会又被炒热起来 当然也有牵涉到 阿玛Zahid的女儿 阿玛Zahid的女儿 一开始在去年 这个事情爆发的时候 她说我是不认识City Bynum的 你们谣传我跟她是好姐妹 我跟她是闺蜜 是假的 我有帮她是假的 我有涉及到 Bella小妹的事情是假的 她去年这样子说 但今年当课题 又被炒作起来的时候 Zahid的女儿 她承认了 她说她之前跟我弟弟 有过一段关系 我们之前是好朋友 但是我因为Bella这个事情 我也没有联络 我有联络她 我也有认为她不对 但我没有帮她 这十人律师团 不是我请的什么 因为很多人怀疑City Bynum 为什么会有钱 可以请十个律师 所以就扯到了Zahid的身上 所以这件事情 广受瞩目的原因在这里 所以大家不要只是关注 可婷小妹 可婷小妹当然也非常值得可怜 但同样的Bella小妹也是 她的可怜程度也是不惶多 让我难以想象 Bella小妹她被关在 被锁在一间房间里面 暗无天日 然后无日无夜的折磨 又无法逃脱的那种恐怖情况 所以大家也应该多留意 多留意这个新闻 Lina Harun不只作秀应该被批评 也应该因为失职而被批评 这个孩子本来是你在你的福利局照样 是在你的福利局脱手出去 给一个私人看护中心 不到一年的时间 一个好好的小女孩 就遍体鳞伤了 所以这点责任 Lina你也要附上去 结果你还想去作秀 所以你被骂 绝对绝对是应该的 把这个课题交给刘博士 其实这个课题 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吧 现在是54分钟了 我简单来说 马来西亚有至少两种地方 是政府没有真正放心去管的 你也不能福利怪政府 因为这些东西 这两个地方都是政府要给多一点宽松 同时有时候因为宽松 就是会发生这些东西 第一就是宗教 第二就是福利 比如说宗教 你看很多宗教常说都是没有注册的 很多福利机构都是没有注册的 所以之前我跟我师父跑佛教会 佛教团体的时候 至少你们不需要 因为当你要去注册跟政府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你要做的 包括有时你要做 你的庙这样小谁帮你做 所以至少你需要跟佛总去 至少有人懂你的庙在那边 有什么事都好 人懂你在那边 福利局或者福利 比如说孤儿院啊老人院啊 其实很多也是没有注册的 政府又不会拿到一个很强硬的态度 原因是你们是做好事 其实他们大部分也是很多在做好事吧 就是有一些害群之马发生 那么回去整个问题是 怎样丢跟这些不负责任的机构 所以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 基本上就是执行的方面 所以政府真的是需要考虑 像我们的DMG 如某的DMG所说的 管 不是说他们自己做自己做 private好你的 license都好 不是说你批那个 license你怎样做好 不管了放手了 不是应该回去一直去 audit还是去管 因为这些都是involved到那些不会表达的东西 最近也不算最近几个月前 香港其实还是有类似的case 也是同样的在这种charity应该雇小孩子的地方 那几个员工 你也带到那小孩子在那边打他全部 没有人懂的 因为真的是在里面吗 他们又不会出声吗 直到有人把那些video拍出来的video 我忘记来的是他们偷拍 还是CCTV video 总之是lead出来 跟这个case offer一样就是lead出来 整个课题才会被炒大 而他们的课题跟我们的差不多一样 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发生 好吧 这个课题我就不拉长 我就停在这里吧 好我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这个课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TMJ他也说他派了四位律师去旁听 所以也很多组织有派律师去旁听 去了解整个Bella的case 他们也担心CCTV强大的律师团 或强大的影响力会让法官 或者是让司法做出偏颇的判决 所以这个是大家不要只集中在单一的新闻 我一直说大家应该去看不同语言的新闻 去了解一下不同的新闻 所以Bella小妹这个课题是值得关注 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事情 不要发生在小孩身上 更不要说发生在这种弱势的小孩身上 每一个小孩都是上天的宝贝 好我们就结束第二个讲题 我们进入第三个讲题 刘博士可以大力发挥的 就是安华又是安华 我们的在野党一直都离不开安华 所以安华最近发表了长篇大论 重复Rafizzi之前讲过的话 其实Rafizzi讲过一模一样的话 就是火箭拉低了我们的支持率 我们是给火箭害的 马来人对火箭太讨厌太不喜欢了 但是安华讲我是为了原则 我是有principle的人 他一直说他有原则 他说如果我不是有原则的人 我就做首相了 安华真的这样讲过 不止讲过一次 所以他说我是为了原则 所以我跟行动党在一起 但是我们是给行动党破雷拉低支持率的 刘博士你怎么看安华的这一番话 我可能就不看安华的话 我去看Rafizzi的话吧 因为安华也是拿Rafizzi来套 Rafizzi说这一句话的点 有没有他的真实性呢 我就以一个比较学术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吧 Rafizzi我喜欢他的 他不是以感觉 他是因为我们学术有两种 一个是qualitative 一个是quantitative 一个是管理字 一个是管理量 他是以数据与statistic 与文字那个数据 去把一个结论带出来 所以他的结论他做的研究就是 其实他所问的问题是 如果公正党用公正党的旗帜去竞选 跟公正党用巴卡塔哈达班的旗帜去竞选 尤其在马来社会 马来选民比较投向哪一个 而他得到的结论就是 马来选民比较支持 用公正党用公正党的旗帜去竞选 而不是用西蒙的旗帜去竞选 这个是他的结论 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问题 所以我不敢肯定跟他的 我们叫methodology 他问的方式 他问的问题 他找的人全部是不是准确的 如果你看看 我们做学术的研究的时候 如果你所做的methodology 整一套东西是很准确的话 那个差误会很低 我们叫误差会很低 他是以巴仙帝来说 所以我不敢说的是 我不懂他以什么方式去问 但我先当他是真的吧 其实我是同意的 公正党怎么来说 你用自己的旗帜好 你用西蒙的旗帜 把来人怎样都会影响 分别就在影响多大不了 这个是一个东西 我可以同意他的说法的 只是说分别在哪里 是10%还是更低还是更高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10%重要 还是整个西蒙 整个公正党 他的基础本身有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是因为 用不同的旗帜竞选 而令到这样的成绩 还是无论你用什么旗帜 都会出现同样的成绩 之前试过了 柔佛也试过了 用公正党旗帜 沙拉越也用公正党旗帜 公正党旗帜 一个蛮大的政党 在沙拉越的周旋 可以赢得两个数字的票 两个数字 某些意思 在柔佛你的票 也不会得到很多 你失去按规金也是很多 按规金的trash hole 那条线就是 你得到1% 你就可以得回按规金 就代表说 公正党这样大的党 真正主要竞选的党三个不了 国阵 国盟 西盟 你都可以得到1% 所以问题是在你的旗帜 你的logo 还是在你本身的整个的 core value 就是说你整个最基本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一直来行动党 你可能有你的对的地方了 行动党 to understand 我承认 他真的会拉低你的马来票 怎样来好 行动党本身还没有到一个 接一个level 他可以说服马来人对他没有偏见 这一点我承认 可是这一点的因素 会不会大过你整个西盟 包括公正党里面 人民对你没有信心那个因素 这是一个平衡点来的 以我来说 我觉得整个西盟 或者整个公正党 你本身失去人民的支持的因素 反而比马来人的投票率低 或者马来人支持率低的因素来得到 所以我不能说他错 我觉得以这个因素去characterize 去描述整个他的环境 我觉得不正确 这是很简直的问题 当然了 安华可能也是学了马哈迪 我们在学术里面说 马哈迪其实包括在国际关系里面 有一样东西就是 你需要去找一个沙包 马哈迪年代最好用的沙包 就是新加坡 就是行动党 公正党最好用的沙包是什么 行动党哦 你要去务统 你要去跟务统骂过 你要去国盟 你要跟国盟骂过 不一定会你赢 你去把整个球去为行动党 你会赢的 现在我回来一个问题了 如果你是说因为行动党 害到你马来票得比较低嘛 那么如果你用自己旗帜 有没有可能华人选民也不要支持你 也并不是没有可能哦 所以简单来说 我觉得政治人物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你只是拿一些偏你的论述 把它搞成一个最主要的论述 而其实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因素罢了 而你没有去看那些不帮你 今天是Leg 是我还是你还是谁 Leg了两秒钟 Leg了两秒钟 现在有了 OK 所以简单来说 整个因素就是 你肯不肯定 只要你用公正兰的旗帜去进学 你就不会有之前刚才所发现的问题 马来票 我不觉得会 因为到最后你需要打的 现在像我之前所说 现在整个马来的政治分为三个板块 一个是传统性的马来种族政党不同 第二个是它想标榜自己成为一个清廉的马来种族政党 你公正党要进哪里 如果清廉对我是重要 我是马来人 我有土团 为什么我要去你那边 所以整个因素行动党拖累你 还是你自己本身没有能力拉到马来人的票 同样的课题 马华也不需要去赖巫统了 因为巫统害到我们怎样 到最后还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去拿到自己花人票 之前也发生过 在巴拉公的普选的时候 马华用自己旗帜上阵 我们跟巫统砍断关系 到最后马是一样成绩 所以简单来说 Incoming Vicious Law 可能是我的因素吧 所以简单来说 我觉得 他所说的论述不一定有错 可是他的wittage 他把它放大了 去到这里 好 谢谢刘博士 其实 我昨天接受 今天早上 接受Melody采访的时候 就有讲到 安华 其实跟曹操 但是 讲他跟曹操 有一点像 是侮辱了曹操 老师说 曹操 说过一句话 叫 宁可我负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负我 就是 我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为我自己造成的 安华 也是抱有这样子的思维 但是他的能力 跟曹操相比 当然是天差地远 安华 他当然没有说 我宁愿我负天下人 不愿天下人负我 但是 安华他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 全部人都错 只有我没有错 所以 现在他怪火箭拉低支持率 跟之前怪标志 跟在之前一点怪投票率 在之前一点怪选民 怪COVID 怪别人玩臭 等等 都是一模一样的 都只是在找借口 都只是在找理由 就是不愿意正视事实 公正党里面正视事实 为什么你们会连开明马来选票 都拉不到 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你没有去探讨 你没有去找原因 马来西亚至少有两成到三成的开明马来选民 为什么这些开明马来选民不出来投票了 出来投票也不投给你们了 因为你已经把你自己的旗帜 你已经把你自己的路线来模糊掉了 就是这样子的简单 说用他自己的标志竞选 沙拉瓦公正党用自己的标志竞选 竞选28席 22席是丢失掉岸贵金的 丢失掉岸贵金 80%的席位 丢失岸贵金 在旗后用自己的旗帜精选 有七席丢失岸贵金 只有一席能赢 而且赢还是赢百多票 赢得非常非常难看 大家都笑明星党 明星党当然表现得很差 六席丢失岸贵金 公正党在西马二十年了 有七席丢失岸贵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你已经变成一个跟刚刚进来的政党 是同样困境的情况了 可是安华却不想去反省 因为公正党要改变 公正党要反省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改掉安华 就是要放掉安华 大家可以发现 现在已经变成是公正党的共识 Nuruiza这样子讲 Rafisi这样子讲 还有Fami这样子讲 很多领袖都已经讲 我们给安华领军多一届 下一届选举之后 安华就会下台 大家有没有发现 好像已经变成公正党的共识了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讲 其实道理很简单 会出现这个共识的原因 是大家都意识到 安华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现在会这么惨 就是因为安华 可是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 要安华负起责任 要安华现在退下来 所以他们才会设下这个底线 给安华领军多一届 下一届大选我们放弃 给你领军 就等于是放弃了 我们输 输了 那请你离开 那我们就可以有新的领导层 我们为未来五年 未来十年来进行奋斗 这个就是为什么公正党会突然出现 给他领导多一届的呼声 大家都知道有问题 都知道问题在安华身上 却不愿意改变 你看努路伊莎 也是说给他父亲 给安华领导多一届 努路伊莎同时也讲 未来十年我们是输的 意味着什么 他父亲领导是包输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但是很可悲 你不敢现在做 你要等选举之后才撤换领导层 才把这个问题给替换掉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选民宝贵的五年 白白的五年 就这样子给你浪费掉 如果你现在就改变 你还有好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 可以说服回人民来支持你们 你不要 你宁愿给这个毒瘤 给这个问题继续在这里 继续领军到下一届大选 下一届大选输了 我们才换人 我们才来改革 那五年白白给其他 给巫统给国阵来领军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五年他们可以做出多少事情 可以做出多少个YMDB 可以COVID管理管制到这么差 他们可以重复多少次 大家思考一下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样令人生气的情况 所以大家都意识问题在哪里 只有安华 可能安华是意识到 但是安华他不想放弃 所以他就只能不断的找理由 各种各样的理由都找出来 但是我告诉你 除了安华以外 他的女儿 Rafizzi Sifuddin Fami 这些人全部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不然他们不会说给他多一届 这样子的话 如果领袖很好 为什么要给他多一届 给他多五届 给他多十届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领袖有问题 下一届是包书的 才会有多一届的论述 而且不只是公正党的领袖知道 陆兆福啊 陈信党啊 他们更知道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很可悲的 却无一人是男儿 习近平讲过一句话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习近平 他讲过一句话 苏联解体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是男儿啊 站起来为苏联共产党来奋斗 同样的 现在希盟面对这样子的问题 这些政党没有一人是男儿 站起来要求安华负责 安华前几天还可以大大声的说 923我没有撒谎 我是真的有numbers的 是因为我有原则 我不要跟官司派妥协 我是真的有支持的 如果我愿意干预司法 我早就是首相的 他到现在还可以讲出这样子的话 而还有一大群人 在把讲这样子大言不惭吹牛的话的人 碰着神明 碰着领袖 你说死不死 你说下一届大选完蛋不完蛋 这个就是最可悲最可悲最可悲的地方 交给刘博士 现在我又要来称赞一下纳吉了 纳吉在2018年输的时候 不用讲多多这些下来 他的形象一直插水这么插 他也不躲在巫统的后面 就是这么插的形象 自己出来打自己的品牌 给他打得成功 到最后你还帮回党 你不会成为绑党的包袱 安华跟纳吉的分别就是 安华输了不承认 躲在公正党的后面 所以才这样 有没有可能安华被拉下来 就是说之前也是 透视大马跟我谈的时候 他说 怎么样去安华领军 可以不可以 有没有别人 简单来说 全部都懂安华不应该领军 现实的问题是 可不可以他不领军 刘博士有一点点听不到你的声音 刘博士有一点点听不到刘博士的声音 他可能 我在这里看刘博士是卡着的 他可能是短线的独油门 现在有了 但是你还是不会动刘博士 听到你的声音 会动了 现在会动了 OK啦 OK啦 这样就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来 我停在哪里 我忘记了 算了还是开始新的课题 那回去我们谈会Rafizzi Rafizzi有一点其实他做的对的 他做的对的一点就是 当我看他的drama的时候 他跟党员里面的一个session 来讲 为什么需要用公正党的旗帜 那个不是一个discourse 不是一个论点 而是一个strategy 是一个strategy 是一个策略 所以至少他也懂 什么是论点 什么是策略 所以分别就在这里 问题是安华很多东西 either他是懂而不想去懂 或者他自己不懂 很多领袖被拉下来 其实都是因为旁边的人 不给真正的答案 其中一个最典型最好的例子 2004年破纪录 破马来西亚的纪录 90多巴仙的国会员 是来自国政的 90多巴仙 90.3 定了王家的数字 那时候是219 而反对党得了 应该19到20个议席 这样强 2008年哪里有可能 2004年90巴仙破纪录 2008年输到三分之二都没有 因为周围的人不敢讲真话 马来西亚公政党现在发生的东西就是 周围的人不敢讲真话 还是就为他那种 所以简单来说 公政党本身 你们需要想一个办法 要么你真的是要维护安华在那边 我觉得OK 没有问题 原因是 怎样讲也是不可能拉他下 就用维护的方式去做 比如说像Rafizi的方式 我们不讨论安华 我们不讨论什么期限 我们先讨论论点 2018年就是以论点 来frame一个campaign出来 一个竞选出来 比如说他们frame了什么 第一 把贪污的东西 picturize 描画出来 老实说了 26亿跟2.6亿跟0.26亿 给我来说没有分别的 因为我的钱不可能去到那个程度的 你跟我讲 这个团我是没有感觉的 又卡了 刘博士 刘博士 刘博士那边又卡了 大家来刷一排 把它描画出来 描画出来的意思就是 现在你们每一天可以 可以吗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 1 2 3 可以 所以2018年 回去了 刚才Rafizzi所要做的东西 在这一次就是我看他在跟党员所说的就是 我们需要identify 什么 什么是那个discourse 叫什么是论点 论述 你没有了论述 你怎样去package都好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公正党目前本身最大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真的还要坚持在安华在那边 这个是政治问题 这个限制问题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也没有人有本事拉下来 好 就算 就给他放在那边 问题就是你能不能create一个新的论述出来 create一个新的论述就是 为什么我需要同公正党 而不是需要投行动党 而不是需要投活生和狗门 如果你打得出那个论述的话 其实你本身还是有机会去赢的 因为是现实 除非你有本事拉安华下来 目前为止是不可能的事 对不对 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Rafizzi的方式 那问题就来了 怎么去把一个新的论述拿出来 你有什么课题给你炒作 之前2018年不同的是 你没有做过征服 你可以给很多期望 你的期望 你的bible是能不能实现是不重要 是另外一个课题 最主要的是你可以给一个希望 现在下一届大选 你是不可能有希望去给的 所以你还想不出一个论述出来 而安华在那边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所以回去的课题 会不会是因为行动党拉低他的马来票 老实说 我个人是觉得对 这是一个因素 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因素 好吧 我应该是我知道我internet很lag 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人叫你agreb你的unify 刘博士 之前这个还好的吧 我不懂再看 可能下雨的关系吧 我这边也有下雨 那我补充几点 首先安华说 是火箭拉低支持率 这个很明显是马后炮的事情 不然为什么2018年可以赢 2018年没有火箭 那为什么可以拿到30%的马来票支持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马后炮的情况 然后现在像刘博士所说 我也是同意的 就是大家包括 刚才我说了 整个西蒙没有一人是男儿 我没有性别歧视 这个只是一个惯用语 所以我们用男儿 不是歧视女生 毫无一人是男儿 这些西蒙的人 他们都认为安华影响力很大 安华是不可取代的 我们一定要安华 要给出安华的面子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已经是一个这么成熟的联盟 你们已经参与政治几十年了 结果还是要靠一个人 在你们的心里你们还是认为 这个人是无可取代的 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情况 尤其是公正党 好像没有安华就会死一样 那你的百万党员都是废的 都是止做的吧 所以这点我真的是 完全完全不能接受 当然安华自己是不会承认错误 所以一直在找理由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而且现在 大家有没有看到西蒙有很强烈的分歧是什么 安华是不排斥跟巫统 甚至连巫统他都不排斥 他是不排斥跟巫统 跟伊党 跟土团合作的 这个路线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吗 但是西蒙为了遵从安华 连最反对这个路线的行动党 他们在这个课题之上 在安华公开说 我们 谁都可以谈 我也经常有跟哈迪见面 这些他公开讲 跟姆医定见面 他公开讲 狠狠打脸行动党之前说 我们绝对不会跟伊党 我们绝对不会跟土团合作的情况之下 也没有一人敢来对安华呛声 这个就是现在西蒙最可悲的情况 安华就是这样子 完全战略不清 方向不清 看不清楚 然后每天讲两话 害到你们的支持率一直在下跌 害中间选民 开明选民 对你们感到失望 不想支持你们 可是这个毒瘤这个问题 却没有人敢去碰他 没有人把他去挑起来 没有人去治疗他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这个是我想要表达的 交回给刘博士 我知道刘博士憋着 因为一直卡 还有东西一直讲不出来 交回给刘博士 刘博士还在卡 没有声音 哈喽 现在有声音了 哈喽 听到吗 听到 ok 听到 那我应该是没有什么补充 这个课题 可能只是一句不了 因为我看有些网民说 可能行动党还没有睡醒 全部老实说了 我个人觉得大部分人都睡醒了 可是你睡醒了 你又不敢行动 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回去 巫统的年代 就是2008年前的年代 谁做首相 我们去回我们民主制度 谁是马来西亚的首相 之前这个我还记得 我在学士的时候讨论过 其实决定谁是首相的人选 马来西亚的首相人选 其实只是两千多个人决定罢了 哈 我又卡咩 我还卡吗 没有啊没有 听到听到 刘博士没有卡 你不要给留言 你讲 我看那 我们回去整个2008年之前的巫统 谁是首相候选人 谁是首相人选 是谁选出来的 其实不是马来西亚人选 只是巫统的2000多个代表人去选罢了 对 就是2000多个人去选罢了 回去一样的现实 整个西盟里面 是谁选西盟的领导层 就是公正党本身选罢了 三个党里面 除非你之前的土团党又不同 三个党 行动党目前为止有可能做首相吗 不可能啊 第二个 有可能阿曼娜做首相吗 也不可能啊 所以回去还是公正党的人去做 所以只要公正党不愿意把它拉下来 是不可能换人 所以整个球 其实给我来讲是公正党 反正我再重复多一次吧 公正党的危机 公正党最大的方圈在哪里 2008或者1999年到今日今天 或者在2018年之前 就是桥梁 他的责任就是把伊斯兰党跟行动党 当着他们两个的桥梁 你没有公正党 这两党是不可能合作的 1999年2004 这些全部不可能合作的 那今天整个反对党那边 他需要的桥梁是怎样的桥梁 不是从跟行动党跟伊斯兰党 联合在一起的桥梁的 你要的桥梁是 那个行动党跟阿曼娜 连去Bersatu Berjuan 这些党 公正党不一定做得到 而Muda是做得到的 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危机 但是当时不用担心 Muda还不能取代你的 原因很简单 马来西亚还是看数字的 Sat Saadi的年龄还是太年轻 他只有6都好 他的年龄也是太年轻 这是一个政治现实 所以你还不用担心 但是你给他一个10年的时间 当他可以取代你的时候 你的卖点去哪里 当你没有卖点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最大的危机了 所以这一点我重复了蛮多次的 我还是想重复多一次就是 公正党再不改变的话 你真的是哪里都不要去了 你现在还好 因为还没有人能取代你 除非啦 行动党他现在出来咯 行动党出来 他直接讲 我行动党 我去跟Muda跟那边全部合作 就是撇开你公正党 可以 可以 公正党目前的支持者也是不少 但当有一天 他已经不需要你了 那时候整个公正党要翻身 就非常非常的难了 好吧 今天应该是有几个问题吧 刘博士又卡了 那我们就顺势进入这个 问答环节 华哥还没有送 发给我这个 问题已经出来了 华哥还没有发给我民意调查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民意调查 没有注意去看 刚才太赶了 在 要加快送纳吉进监牢 整个 媒体在前几天已经是广传了 一遍引起了轩软大波 但我们的华文媒体被 这个脚车案跟这个罗欣亚人的案子铺天盖地给遮掩 所以很少有华人独有有意识到这个PASLIC的文件 这个文件流出来的有四月还是五月 我看过原件 但是第二月是不见调的 这个文件里面有提到很多人物 有提到马哈迪 有提到哈msa Zainuddin 有提到Muhiddin 有提到Takiyuddin 还有提到Samsuddin 然后他们有计划 他好像一个记录这样子 然后几十见面记录了几个重点这样子 但是这个文件 我们今天没有特别去谈 也无法深入去讲了 但是老实讲这个文件 我蛮同意回教党所说的 这个文件是Samba 为什么 是垃圾 因为这个文件就是一个 A4只随便的人都可以做出来的文件 没有任何签名 没有任何的盖章 没有任何的信头 不是你说是回教党准备的 也没有回教党的任何的标签 就是A4只打印出来 然后上面有写字 有写人名 然后有一些的人名还写错 所以我蛮同意回教党 这个新闻一出来 回教党是Dakiyuddin还是谁做的 说这个是Samba的文件 我们连报警都懒惰 这种Samba报警 所以其实我不太认为那个是真的 但是他们想要纳吉跟Zahid快点进监牢 这个不需要任何文件 这个是肯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包括马哈迪也想要的 他们也公开呼吁 为什么这么慢 所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Paslit这个文件 它的真实性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低的 第二大问题 可能我简单补充一点 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是我们信不信 巫统党员信不信 这才是重点 政治常常一句话就是 真假不重要 重要是人家信不信 不是It's not about truth It's about perception 你们信不信 只要他的党员相信 就是危机了 我巫统要给人家打倒了吧 全部人去支持Zahid的党 他就可以增强他实力了 不要忘记党选还没有多久不了 今年尾他们的党选 好吧 继续下一个问题吧 统一刘博士所说的 进入下一个问题之前 其实这个文件 不应该叫Paslit 应该叫Apnolik 为什么 因为你看在广传 这个文件的人 是Sariya 是Armad Mazlan 都是巫统的人在广传 而且一开始发出来的媒体 也是亲巫统的媒体 所以很明显 像刘博士所说 是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 然后他的对象 是要团聚巫统党员 说我们在被人欺负 比较可能 第二个问题 Ricky也是我们经常都会见到的铁粉 谢谢你 再来看我们的直播 想问两位嘉宾 安华得不到马来票是因为火箭的因素 我没有看到有火箭人出来平反 是不是代表火箭觉得安华没有说错呢 刘博士 可能我的想法就是他们也懒得回应了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来去来去都是讲一样的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 他讲一次你回一句到最后也是这样骂 不如不用回应 我会看着很不同的角度 我会看着他们已经是没有力去回应了 你要讲什么跟你讲吧 因为很多人已经是 你根本 我跟你讲 最危险 最最最最的肉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当你去批评你的对你的盟友的时候 你盟友觉得连回应都不需要回应的时候 就代表人民他们都觉得人民不相信你了 他们还回应的原因是还有人相信 比如说啦 我就用红律师做例子吧 我觉得红律师是同性恋 你觉得他还回应吗 回应都懒得回应 因为不需要回应 没有人会相信 如果有人相信的话 他就去需要回应 所以我会从这个角度去看 为什么我们不回应 Ricky大哥 其实火箭没有去回应的安华的鸟话 或共产党的鸟话 不是第一次 很多次了 包括说西蒙还在开放大门 我刚才有提到的 火箭其实是狠狠刮脸 刮了火箭一巴掌 火箭也没有回应 因为其实像刘博士说 回应了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除非你换掉安华 不然你回应什么都没有用 他依然是你的公主 你回应只会让事情更难看 这个就是他没有公开回应的原因 然后第二道问题我们完了 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问题 在最后一道问题之前 呼吁独友们 点赞这个直播 分享出去有更多人看到 我们不会delete的 然后我们 我也收到华哥发来的 民意调查的结果 就是 关于支持率 安华说 安华到底应不应该怪行动党 有89 84%的独友认为不应该 认为应该的5% 然后5050 双方都有责任的10% 只有5%认为安华讲对 刘博士对于这个成绩 你有要评论的吗 刘博士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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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讲我的看法 我对于这个成绩 大家刷一排嗨 刷一排嗨 我不知道是刘博士卡 还是我卡 还是刘博士卡 我看到刘博士不见了 刘博士下线了 应该是刘博士卡 我自己先讲 很明显 大家都知道 行动党肯定难拿马来票 但是这些行动党拿不到的马来票 本来都不是应该作为西蒙 应该极力去争取的马来票 西蒙要争取的马来票 是像Abdu'Aziz 像这些开明的马来人 开明的马来人 而开明的穆斯林在马来西亚 是有20-30%的 像Sitikasim这样子的人 所以不要去跟猴子比爬树 不要跟鱼比游泳 不要跟猪打泥巴战 这是我讲过非常多次的 但是很可惜 这些包括安华 他们都认为我们要去抢 所以在一些大势大非的客气之三 禁酒禁烟 你看公正党都不敢表明立场 反而还要斗士党来表明 要公正党来表明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 看不清他们策略不清的可悲之处 交给刘博士 84%的认为不应该怪行动党 只有5%认为应该怪 刘博士您怎么看 我不奇怪这个成绩 那我们用比较现实的问题回答 其实马来票对西蒙这个板块 真的这么重要吗 当然你有更好 可以赢得更多 可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 你要赢得那些马来票 还难过你要拿回90以上的华人票 那为什么还要focus在那一边太多呢 到最后这个东西在马来西亚的政治 就是我的硕士的论文就说 这个balancing point 如果大家记得随时加码吗 那个红三一的 我们华人觉得 哇老你这样做一定是 会令到很多人讨厌的吗 那问题就来了 其实他这样做 这么粗暴的方式去做 会令到讨厌他的人 比喜欢他的人多 或者相反 就那个net profit在哪里 是到最后你减来减去 会出现一个positive的 喜欢他的人多 或者会出现一个negative 讨厌他的人多 至少在马来群族他得到很多票 对了你们华人不喜欢他 不是不喜欢根本是讨厌他 but马来人越更加支持他的 越来越多 所以简单来说 这个就是那个点 现在你在炒西蒙 在炒西蒙 在骂行动党全部 会不会令到你失去华人票 如果你不会失去华人票 无论你怎样骂 怎样吵的 不会失去华人票 同时你可以拿到马来票 我可以跟你讲 go ahead 做没问题 问题是没有这么完美的 没有说两边一起有的得这样爽的 所以到最后你能肯定说 你拿到的马来票 不会多过 你拿到的马来票 不会少过你失去的华人票 如果你拿到的马来票 你多一个10% 可是华人票你失去个20% 所以你要那个马来票来做什么 因为到最后还是一句 看你要怎样赢 而不要忘记2018年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回去2018年 至少那个情况 至少华人全部90% 出来投票的都是支持你们的话 不一定我敢讲你会赢 因为你没有马来票 不一定会做政府 至少你还有机会去打 如果你连那个华人的90% 80%都没有了 你要靠得马来票去 补回华人失去的票 我只能说慢慢等 非常难 这个是政治现实的问题 没有Bersadu 你还有机会 因为那时候只有 乌统形象是比较贪污的 马来民主政党 伊斯兰党都是伊斯兰化的 你没有一个马来种 马来种族的政党 同时是青年的 你没有 你还有机会 就说那些比较开明的马来人 可是他还是想要 马来民主的政党 他只有还可以去你那边 现在有了Bersadu 你的票可以哪里来 为什么要投给你 一个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我需要支持你 很简单的就是 我们是多元种族政党 讲就好听 实际上多元种族政党 在马来西亚 还是有一些阻碍的 不是说你多元种族政党 你就逮塞了 每一个人要投给你的 好吧 就到这里 好吧 我们已经到了10点半 直播也要完结了 所以最后 谢谢今天3000多位 在线跟我们一起的独有 记得点赞这个直播 当然最后也要谢谢 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Zintel 推出了母亲节超值优惠 两台超级按摩椅 一台是S7超级按摩椅 一台是沙发型 马来西亚第一台 语音智能按摩椅 只要14899 就可以买到 每天只要13块8毛8 可以有三年免利息分期付款 还送你一个GVG的眼睛按摩椅 非常值得 可以到全国107家 Gintel的门市去试做一下 或者是联系我们的尾轮 012-580-5025 最后我们就用影片来结束今天的直播吧 让刘博士跟大家说声再见 就华哥放影片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了 好的 谢谢红律师 拜拜 不好意思 各位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记得点赞 记得转发 这个直播是不会删除的 所以明天还没看的人还能看 也谢谢刘博士 大家晚安 祝大家今晚有个好目 Gintel